中興兄弟球星張志豪 最近有不少記錄里程碑 周一剛成為中之史上第十六位 敲出一千兩百隻安打的好手 週四加碼 達標七百分打點 但他笑笑地說 其實達成的時間應該可以早上許多 張超前年和去年分別因為休養 腹斜肌拉傷以及左手肘韌帶致患手術 一軍出賽都不到四十五場 今年上下半季各碰過跑壘腳踝小扭 以及外野肌飛球左手肘鼓掠的傷勢 不過主角透露這些都不影響目前比賽的態度 跟防護員講過 會不會斷 不會 然後我就全力打 會不會再斷 他就不會 然後我就全力打 我的腹部也是好 我只要一好了 我說我就要直接全力揮擊看看 我只要回來 我上場我就是全力揮擊 我要全力揮擊你才會知道我可能哪裡不足 可能還會痛 還是怎麼樣 你要再做調整 你不能上去換了一個揮擊的動作 反而打亂了自己的打擊的那個模式 所以我在測試的時候 在二軍 我只要可以 我是直接全力揮擊 不會管 因為如果他又受傷他又斷了 那就再說了嘛 你就是必須要嘗試 你不能怕怕的 然後為了要趕這個 然後你換你一個打擊的那個形態 手肘受傷之前 他在八月打擊狀態還不錯 平均打擊率三成四六 包括面對樂天 單場炸了三發全力打 康復之後還在尋找手感 以希望趕緊加入詹子嫻 江湖宇 幾位打擊穩定輸出的隊友學弟 為體育台最深洪華軍 財品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